虚竹死后 下一任公主是谁 孤独终老 两位传人却惊艳江湖数百年 在天龙时代 浮原身后的虚竹误打误撞之下 先后得了无涯子 李秋水 天山同老的内力 还练成了逍遥派的诸多神功 就连不可一世的揪魔制 丁春秋也败在虚竹之手 在天龙的末尾 虚竹带着逍遥派的掌门 颁指出任了灵鳩公公主之位 他还跟着梅兰竹菊 钻入灵鳩公的密室里 不断参悟石壁上的神秘图案 书中写道 虚竹体内涌动着逍遥三老的内力 只是练了一会 就感觉轻飘飘的 只是差了一点什么 才没有腾空而起 一个腾空而起 表明虚竹激进击身 先般一族 不过金庸的小说 可是武侠小说 虚竹再怎么修炼 也终究只是一副血肉之躯 不能真的侠举飞升 长生不老 因此 虚竹可以凭借浑厚的内力 活个数百年 但也有寿终正寝 驾鹤西去的那一天 虚竹死后 灵鹫宫公主之位 又会花落谁家呢 灵鹫宫拥有数万名校众 不仅有原来的九天九步众女 还有七十二岛岛主 三十六栋栋主 以及虚竹后来吸纳的 数千名新秀派弟子 虚竹死后 灵鹫宫必然要选出一位 德高望重的新公主 否则群龙无首之下 灵鹫宫必然会乱成一团 而且根据新修版射雕 英雄传的设定来看 读者们能看见 萧峰的丐帮 以及断玉的大理断士 继续活跃于后世江湖之中 可唯独不见虚竹的灵鹫宫 可见在虚竹死后 灵鹫宫教众为了争夺公主之位 大打出手 在历经数年的自相残杀之后 灵鹫宫元气大伤 就此一蹶不振 彻底退出了江湖 这样的推断并非无中生有 虚竹在位期间 灵鹫宫就已是鱼龙混杂 不仅有一些心术不正的歪门邪道 还有诸多拍马流须 见风使舵之徒 只不过虚竹的武功实在太高 这才震慑住了灵鹫宫的数万教众 随着虚竹魂归西天 就算选出了新的灵鹫宫公主 灵鹫宫教众一样勾心斗角 四分五裂 而那位新任公主 在历经了这一场风波变故之后 心灰意冷 她带着数名来自于九天九步的女子 去了别处开山立派 此女不是别人 正是古墓派的祖师婆婆林朝英 语者之所以认为 林朝英就是下一任灵鹫宫公主 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 在连载版的《倚天屠龙记》里 金庸写道 郭湘从小龙女纳偷学了玉女剑法 她施展的玉女剑法 有一招换作灵波微步 灵波微步不就是逍遥派的武功吗 是不是林朝英出了灵鹫宫之后 将灵波微步应用到了剑法之中 其次 林朝英自创的玉女心经 也和逍遥派的八皇六合 唯我独尊宫有一曲同宫之妙 二者都能让修炼者青春涌住 好比小龙女修炼玉女心经多年 在36岁的杨过 寻到绝情谷谷底的时候 杨过已是两鬓斑白 但小龙女仍好似一位 十七八岁的少女一般 更重要的还在于 林朝英终究只是一介女流 她凭什么能处处压制 王重阳自创的全真教武功 答案只有一个 林朝英的武学是很高 但主要是因为林朝英 站在了灵鹫宫这个巨人的肩膀之上 有了灵鹫宫的诸多武学作为根基 难怪林朝英能压制王重阳 还能自成一脉 成了古墓派的开山鼻祖 可惜林朝英还是背情所伤 落得一个终身未嫁 物毒终老的悲惨结局 幸好林朝英有两位传人 经验了江湖数百年之久 他们就是神雕侠侣杨过和小龙女 在杨过二十岁的时候 他和小龙女强强联手 在大圣观英雄会上 击败了不可一世的金轮法王 惹得群雄暴以热烈的掌声 在杨过三十六岁的时候 他又和小龙女跟着郭靖 在襄阳城玉学奋战 成了百姓心目中的神雕大侠 到了百年之后的倚天时代 杨过和小龙女依旧声明远播 那时张无忌带着周芷若 勇闯金刚伏魔圈 却没料到周芷若突然倒戈相向 只见周芷若拢出五指召 在谢迅脑门之上 大有除之而后快之势 张无忌遭此变故 当时心头大震 假之张无忌此时 正和少林暗度拼比内力 正在生死攸关之际 黄山女飘然而至 他使出九阴真经里的武功 轻松击败了周芷若 还将五目一书和九阴真经 交到了张无忌的手中 黄山女离去之时 张无忌急忙寻问其方明 只见黄山女微微一笑 留下了一句 中南山下活死人物 神雕侠侣 绝迹江湖 此时距离神雕时代 已有百年之久 加之杨过 小龙女在世之时 早已明动江湖 因此林朝英的这两位传人 可谓是经厌了江湖数百年之久